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禁觉的就是一位邻家阿姨 吕丽萍 中国内地女演员 北京群星艺术学校校长 1984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1984年参演首部电影《童年的朋友》 1990年参演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 获得中国电视飞天奖最佳女演员奖 1993年获首届中国十大影视明星称号 2010年凭借顽固青春夺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奖 比起她事业的辉煌 她的婚姻上却是荆棘满满 谈很难行 吕丽萍第一段婚姻的男主角 史国内著名演员张峰义 1989年他们儿子出生 吕丽萍以为这种幸福会 伴随她终生到老 夫妻巨少遗落的生活 加上扶育孩子的艰辛以及家务琐事的纷扰 让她和张峰义之间隔阂建生 1991两人离婚 第二任丈夫是著名运动员陶伟 1999年两人结婚 但种种原因 2001年两人就离婚了 吕丽萍在拍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时 认识了沈阳卦剧团的演员孙海英 两人在沈阳登记结婚 婚后的生活很是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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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